童鞭也是候選人的新角 宜蘭市長候選人江聰淵的傳統產業體驗活動 第三站是來到享譽國內外的05鐵工廠 不但親自打造銅鑼 也敲響世界最大的手工銅鑼 希望未來可以透過更多的行銷管道 或是協助業者來成立觀光博物館 讓更多人可以知道這項產業 在老師傅的指導下 江聰淵不但拿著大鐵錘 學習製作傳統銅鑼 也跟著體驗這種可以當作飾品的小銅鑼 江聰淵表示 05鐵工廠製作的銅鑼文明國際 加上轉型推出DIY小銅鑼 未來會用心來推廣 甚至業者有意成立觀光工廠 讓傳統銅鑼行銷全世界 有意成立觀光工廠 有意成立觀光工廠 前進 這張這麼好的產業 尤其是宜蘭得優的 我們認為這要好好把發展工廠以外 對於兵台的行銷 我們也有説這個部分 我們也有説意共同來推動 如果有一個社會的地方 就讓他們一個空間 讓他們民眾來 UK來進行 他們的體驗 諮詢DIY 盡量自己做一個收視鏡子 做一個棟樓 做一個吊飾品 他們要寫的日子 也都寫呈現在上面 我們因為這個非常意義 也帶動我們整個議員區 三亞飯店的一個具體的指標 所以說世界大門的也是在喝五鐵樓 在這裡 當作最大門的也是在喝五鐵樓 住這裡 像這個門的TIY 來做收視鏡子 做紀蘭片 這裡小學生還有大學生 都來這裡體驗過 我反應全國 大學生來我們這裡有參與 這裡的電腦的人 我看到這個有傳播創啥 大家反應來喝五鐵樓 我們在工廠這裡來學習 或是稍微有那個地空 在我們工廠來說 我們來蓋一間 來蓋一間保護館 可以讓遊覽車一天五六十台進來 來發展我們宜蘭的文化 除了江聰淵 議員候選人余美雪 林志鴻 張耀顯 也來感受這種傳統產業的辛苦 同時藉由世界最大銅鑼的羅生 預祝大家順利當選 宜蘭兄記者張立林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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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